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我做了几个跟恒大有关的节目 我是全网唯一一个提出 恒大可能触发恒大这次如此大问题 可能只是1100亿的高息贷款 民间也叫高利贷 这个行话叫C利贷款 那么最近其实有几个动静大家能够看得到 第一个是商业银行的利息基本已经只付了 那么有些银行像中信 像招商 它是同意恒大集团贷款展期 那就利息往后涨吧 往后付吧 这个对于银行来说是没办法的办法 因为确实恒大拿不出钱 你让它怎么弄呢 那么第二个就是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就已经可能要走到这个计题拨备了 农业银行一进入到计题拨备 就等于说接下来要清查农业银行的这个几个跟恒大有关系的行长 这个信审 这个贷后管理 这种岗位就要那个了 可能有些这个二级支行的行长可能就要免职了 免职以后你就专职到恒大去催收去 是吧 这种可能有 这也看出啊 农业银行其实可能对恒大的这个集团 他没有过多的这个非抵押贷款 就是他可能连A类贷款都没有 都是B类啊 因为农业银行本来在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开发上 他比较顺重 农业银行像赵欢 他原来管理的农业银行确实还是 这个人员的素质水平去确实 确实还是在法规内的 他倒并不会过多的去那个放一些违规贷款 我认为更多的可能就是抵押贷款啊 或者是就是房贷 那就就就就就这样类型的贷款 这种类型的贷款 可能你哪怕很大爆雷 他可能哪怕拿来司法拍卖 对于农业银行影响不大 但是可能中信招商啊 这种建设可能这里面就是 这个猫腻就会有很多了 那么广东省政府呢也明确表示啊 他们不会对那个恒大集团进行这个救助 因为他也救不了 好吧 1.95万亿他怎么救啊 他救不了 那么国家住建部肯定现在也不会表态 因为他现在根本没办法来判断 恒大的到底的有多少负债 多少坏账 多少高利贷 如果你从年报上看 肯定看不出来的 年报上他有很多的这个虚假的这个东西 这个负债 我认为1.95万亿其实也是虚假的 我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可靠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第一个就是中共极权统治下 中国没有一家企业 它的年报是可靠的 任何的企业 任何的机构 都有两套账 就是小金库在哪里的问题 那么恒大的这个表外负债 我估计会更高 所以这个我们就暂且先不讨论 那么有人说恒大 它的出入是怎么样 我认为恒大不可能是中国的雷曼兄弟 这个不现实 中共不会允许恒大倒 像雷曼兄弟一样倒 那么有人说会不会是那个 海航 海航的岛呢 真的要感谢郭文贵的 我认为恒大也不是海航 现在在我看来啊 属于正常情况 因为你现在我哪怕派出一千人的 这个审计团队 一千人的会计师事务团队 我哪怕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全部派人进驻到恒大 我哪怕要来查恒大的账 没有半年查不清 没有半年查不清 与其我花那么大的 我花几个亿来查你恒大的账 还不如让你许家印自己去处理 我认为现在就是对许家印的一个 因为现在恒大高管肯定是边控 你出不去 高管也好 家属也好 肯定是出不去 那么约谈呢 也肯定各个这个银行系统啊 住建系统啊 是吧 这个市政府啊 省政府啊 肯定也约谈了 我认为中共现在对许家印的态度 就是一个 就是熬干 第二个是炸进 是吧 就是这幅烂摊子 你许家印自己收拾先 等你收拾的差不多了 是吧 那个地上的钉子啊 那个金纸啊 全部没了 中共再来收拾 是吧 然后到时候习近平亲自指挥 是吧 现在呢 恒大明确这个账面啊 现金流肯定是枯竭了 那么恒大的备用资金啊 和和转借资金 还有多少 我们不知知道啊 许家印到底在海外有多少亿 这个存款 我们也不清楚啊 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说这个东西 但是我认为许家印必须往 现在开始 必须往这个国内搬钱了 如果你不往国内搬钱呢 那麻烦会更大啊 所以许家印香港的豪宅也卖了啊 卖了以后这个钱会不会打回来啊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嗯 啊 那个 现在呢 各地的维权也基本被冲散了 本来这种维权这种事情 就是一股作气啊 是吧 二而思来 三而结 恒大总部可能还有一些人在闹 但是我认为也是会结束的 那么恒大资金流枯竭到什么程度呢 有可告消息是说 恒大的那个 这个卫生间啊 现在连那个厕纸都没有了 那你就去想吧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 要我聊聊啊 怎么样在恒大的金服 恒大集团的这个事情上维权啊 那么我 做一下准备啊 这就 这两天我们简单的 啊 告诉一下大家 因为第一个呢 我可能大家看我在银行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第二呢 可能对P2P的这个维权上面啊 这个分析的也比较到位啊 那么在恒大这个问题上怎么维权啊 我们明天再说 好吧 好 我是尹克 我希望每个观众都可以订阅Wolfmedia 给平台点赞 再见 不错 请不吝点赞 这 我